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個世界有多甜 全顾平凡的少年 欠你的笑颜地就转一圈 好把一辈子晕眩 别偷听我的心愿 我想他已经零眼 等路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 前程孤单的终点 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天高路约 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只眼 就让各自去乱天悲伤送给诗篇 我明白总有些遗憾只能亏欠 但求着本旅途中张喜悦 感谢你说你恨了一句 陪我抵达明天 快开口说点什么呀 别让他觉得你是个无聊的人 先聊天气还是先问兴趣 不对 他的兴趣我明明都知道了 还能问什么呀 挺好看的 是啊 这里风景挺美的 我说你 知道 我有件衣服跟你这个挺像的 早知道我就一起穿过来了 那就正好是 就是什么 正好是 两件衣服 你怎么突然飞回来了 今天没课呀 该不会是想念以前的美好旧时光 想跟我一块回来混日子了吧 我不想要是想念东西 你怎么课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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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没还oga 好 婚了 爸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这么做 这是爸爸的人生 希望你能体谅 叔叔都多大了 还要二婚啊 其实我昨天半夜就回来了 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爸居然怕我回来拦着他 连家都不敢出 你说可不可笑 当初就是因为他在外面 拈花惹草害死了我妈 他现在还有脸让我体谅他 体谅 说得好听 他连当面要我去体谅都不敢 就逃了 你说怎么会有 这么窝荡的男人呢 说到底我为什么要体谅他 我凭什么要体谅他 我体谅他 那谁来体谅我这几年 承受的痛苦啊 展颜 展颜 挺多人看着呢 跟我去花室说吧 好不好 还是好好志啊 其实我很好奇啊 为什么你骗要踩在这个十字中间呢 小的时候我跟我妈一起去家里市场 给别人扛包送货 我妈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费力地跟着 腿很酸 我妈为了让我忘记酸痛 就告诉我 你每走一步 都把脚踩在地砖中间的十字上 于是我就照做了 很快就忘记了酸痛 不知不觉 就走到了路子尽头 所以你就形成了习惯 像做游戏一样遵守规则 希望下次那个 告诉你怎么样才能不同的人 会是我 喂 主经 展颜出事了 非要你回振华一趟 展颜 他 她怎么了 我试试 回去吧 对不起啊 今天的古浪雨之旅 我一定给您补回来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吧 是不是我跟你一起去 让你尴尬了 不是啊 水晶太紧张 也一直说不清楚 只是让我 一直让我回振华 我想你也是女生 口才要比我好 有你一起的话 应该会更好 我刚其实担心的是 路程太远了 你明天赶不回来 会影响你上课 课业我倒是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 你又会因为展颜或者其他原因 我担心的是 你又会因为展颜或者其他原因 好 我担心的是 你又会因为展颜或者其他原因 好 毫无理由地放开我的手 再度想试 所以这次 我决定勇敢点 更好你这个导航 安眠的心 就不会迷路了吧 展颜 展颜 你把门开开行不行了 展颜 我求求你了 你开个门好不好啊 你别吓我 展颜 展颜 你可终于了 罗芷怎么 你电话里又没说清楚 我觉得洛芷也能帮上忙 就带她过来了 不是我不信任罗芷 是展颜指明 要还她一个人来 她才肯开门 放心 我会看情况回避的 能不能说明白 展颜她到底怎么了 哪个人 原本这个点 我正在话是恋话 展颜突然跑来找我 说 说了一些家里的事 她趁着我拿东西的时候 就把门给反锁了 我怎么打电话 怎么砸门 她都不理我 我就只能听见他在里面 边哭边砸东西 我实在没有折了 不得已才给你打的电话 展颜以前 是不是也出过类似的状况 谁跟你说的呀 是不是张敏 怀难来了吗 展颜 是我 你能把门打开吗 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嗯 怀难 我就知道 你还是爱我的 展 展颜 你先把手里挂道给我 前几天我过生日 你都忘了跟我说生日快乐 但是我做了 你õ 我把你交财了 我把你交财了 那你不 ew 我听过 你带我 我帮你交财了 你 甲 甲妍 你没事吧 你没受伤吧 甲妍 你为什么要她落纸来 坏男 我求求你 我以后什么都会听你的 我求求你 以后不要放弃我 别跟别人走行不行 求求你 甲妍 你冷静点 洛芷她是来帮忙的 没有而已 伤害她 妹妹 你知道我很爱你 为什么要伤害我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为什么 甲妍 甲妍 送医院 有事情你们在叫我 嗯 咱们出去聊一下吧 我也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 说清楚 甲妍 好羞了吗 情绪稳定了 已经睡着了 她没事就好 反正你也跟到这儿了 那你就跟淮南一起听吧 走吧 你是不是从张敏那边听说过展颜以前发生的事情 张敏也没多跟我说什么 她只是跟我说 展颜跟平时大家看到的不太一样 让我比太接近她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从高中到现在 一直对我跟展颜都这么冷淡是吗 我只是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而已 水晶啊 我记得展颜之前跟我交往的时候 是一个很乐观 很外向的人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 不然她有这么大病话 展颜目睹了她妈妈的自杀 那是我们刚上高二的时候 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同学知道 大家只看得到她乐观 开朗的一面 但她笑得有多开心 心里的阴影就有多沉重 她的心里的热闹 她是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一边都在家里面 我这么开心 她的心里 我心里就会发现 我没想到她的心里 她是在家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颜 你手上怎么没带着小白花呀 其实 你的心情我特能理解 我也经历过 我妈妈就是得忧郁症自杀的 那时候很多同学吵架我妈妈是疯子 应该是我也很难过 可是后来 我找朋友多哭诉几次就好多了 所以啊 你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 你可以找我多聊聊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不是 展颜 莫亮虽然没什么交情 但在这件事情上 莫亮还是有很多共鸣的嘛 我说这些对你没什么恶意啊 你 你别误会 我妈不是疯子 她不是神经病 我实验展颜 我才不会跟我妈一样诺书 我才不会像我爸一样 你 你别误会嘛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我 我先走了 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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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包扎好不好 啊 水晶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啊 什么脑子有问题啊 大人们的事 都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 那是他们的人生跟我们无关 我现在只知道 我好闺蜜的手受伤了 水晶 那你答应我 你不会离开我的 好吗 行 祖宗 你说什么都行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但是我们现在先去优势 好不好 听话啊 走 走 走 这些事情 我都从没听展颜提起过 展颜她一直在用 比别人多十倍的能量在活着 无论是学习还是玩乐 都要到索尔弄精疲力尽了 她才肯宣布散会 然后回到家 就睡死在床上 就睡死在床上 可是这就是展颜了 她只给大家展现她最美好的一面 而且只要是她想要的 除非她想开口拒绝 否则不允许任何人先说弄 淮南还在吗 我想见她 打破了 我不会啊 能不能怎么狠狠 就好 麻烦你了 她只能帮她 现在是是一样的 故事 不允许任何人 你去陪展颜吧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洛志 你等一下 你什么态度啊 你是觉得我们在演戏是吗 洛志我原先以为你只能演戏 只是骄傲而已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冷血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的伤疤啊 我向你误会了 我并没有嘲笑谁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背负的过去 就算全世界都陪着你 过不去的还是过不去 别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而已 可下一个路口 你还是要靠自己 最后能战胜星魔的也只有自己 与旁人无关 不许哭 有什么好哭的 是你自己亲手把他推开的 要是哭你就输了 喂 洛志 你的约会约得怎么样了 你玩得差不多是不是该回来了 对了 那个你回来的时候 给我买个麻辣鸭脖子吧 我今天不想出门了 抱歉啊 我可能 没办法给你带鸭脖子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打算 也不归宋 那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啊 笨学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是不是盛欢男又欺负你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哈尔滨 哈尔滨 是什么新开的流冰厂 还是KTV吗 都不是 我回家了 我是跟盛欢男一起回来的 只不过 我觉得 我不管再怎么处心积虑地接近他 到最后还是全盘结束 你好好休息 别胡作乱笑 我需要你陪着我 哪儿都别去 就在这儿 你不是需要我 你是需要放过你自己 水晶都跟我说了 总之 以后不要用任何方式去伤害你自己了 我们都长大了 需要用大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洪南 宝男 这些话 都是洛至教你的吧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那是因为以前 在你跟在别人面前 我都只能一撑着 因为我想伪装出一副完美的外壳给你们看 但是洛执 他总能一句话就刺破我的面具 所以从现在起 我也想要做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不是 那个怎么 我捋一下 我没太懂 你是说盛怀男把你骗回老家了 没有 他没有骗我 是我自己跟他回来了 那 那这下什么意思 就是他又把你给弄丢了 他没有弄丢我 不过 我认为差不多意思 那你还等什么 你赶紧买派回来呀 你等着啊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就给那个信息生了 我把他臭骂一顿 我真的是想到哈尔滨是把你给捡回来 但是我得你手头紧 都怪我给哥们买太多东西了 我现在 我现在好像只剩下 他们几百块钱 我也不够买那机票的 不得不说 蒋百丽 你这个时候 听到你的声音真好 少女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抒情 你还没买票吧 那个我给你看一下试课表啊 不用麻烦了 我今天先回家住一晚 明早就回去 拜拜 陆姐 陆姐 这都啥呀 陆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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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夜了 生完男呢 没留下来吗 他去找落纸了 但见新人笑 哪闻旧人苦 说的就是标准的男人 这个生完男也真是的 被落纸吃得死死了 连留下来陪你照顾 一晚上都不愿意 这种人你别跟他耗了 不值得 我给你买个粥 你喝点吧 我不饿 先放那儿吧 这一瓶总行了吧 从高中到现在 每次你生病 什么要什么粥 都递不上他 水晶 嗯 我没有告诉过你吧 为什么 我那么在意怀男给的可乐 我就记得你以前只跟我说过 每次盛怀男教你数学的时候 都会习惯性给你带一瓶 你还记得 我跟张敏闹不愉快那次 我把自己手弄伤了吗 本来也有我爸的关系 我对男人都是抱着厌恶的态度 连正眼都懒得瞧 是盛怀男的出现 把他变了我 来 你 没事吧 妈 没事吧 妈 你 把两个 等一下 给你看看 这个 我看 看一下 好 好 好 医生 我平常打 discover把脚崴了 麻烦您看一下 他果然我错了 怎么样 没 没 没 这么不小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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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没什么事 我去拿点药吧 谢谢啊 干吗 不是 医生都说没什么事了 你在装什么可怜 我看 感情疼的不是你 是吧 你知道我刚才那一天多疼吗 我好心把你扶过来 你还推我 那你一会儿自己走回去吧 别 别啊 大胜 盛哥 你还要一个一个手上的一般计较 坐坐坐坐 错了没有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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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能不能安静点 这还有人呢 对不起啊 我朋友打球把脚改了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想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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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朋友打球把脚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无意间的一个小举动 却给了我一份久违的温暖 一份不含怜悯同情的尊重 好像那些不愉快 都随着那几双打歌 一吐未尽了 我 aber尽到这里 反正上的启ыл 后面的门 中国智慧 很头智 é 哪 state 身会 没 你的 很头快 快点 伤害点水 不用 我有 帮我送过去 好 好 快点 谢谢 没事 你这数学怎么学的考不好 看来我只能选文字 爱洛质 你选的文科里高 我还没想好 胖齿就不用冲了 他文科里哥都那么强 展颜 你俗迹评开干什么 盛华南每次打完篮球 来听他叫我数学的时候 都会给我一瓶可乐 我喝完就把瓶盖留下了 当做像日记一样的记录吧 因为他 我这几次的数学成绩 提升了不少了 我也想让上华南教我学数学 那行 我帮你问问华南 看他愿意不 太好了 记得多少个呀 你别碰我 别碰我那瓶吧 小气滚 你们俩快点 快点 磨磨唧唧的 别看了 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管我负习那么多次 我怎么就是赢过了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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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借过一下 那 庆祝一下 好啊 走 走 走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认定 怀南是可以带我走出过去的人 但是从高中到现在 永远都有一个人 当在我们中间 是啊 谁知道从高中那会儿 只顾着看书的落智 会成为你最大的竞争者呢 我就是不甘心 明明是怀南先招惹的路 落智什么都没做 凭什么就能让怀南变心 是你太傻了 你把所有的心思 都栽在他身上了 你怎么啦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不用回去陪展颜吗 是你陪我回来的 我也不肯让你孤零零回去啊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不用回去陪展颜吗 是你陪我回来的 那 你一只 我一只 这儿风景挺好的 广广 走吧 拜托您了 您这一点小意思 您别客气了 您说一下 您别客气啊 他家里还有什么事 盛夫人 您说一下 您呢 不好意思 盛夫人 拜托您了 请您跟盛先生说说吧 不是 你这干吗呢 这大过年的 这不是让林俊笑话我们家吗 孩子他爸 虽然这么做 好想免对不起你 但是洛洛为了这个家 忍耐辛苦了这么久 是我不忠愿 一直没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现在我实在不忍心 打断孩子的美梦吗 喂 你人现在哪里啊 美术教室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没事啊 我 没创作好 失控了 你不会是下了班特意 还过去看了我一眼 顺便帮我收拾了吧 听你说话的语气 应该没有大碍 那我先挂了 我人在医院 喂 谁 水晶 喂 谁 水晶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洛迟 我跟洛阳之间 可能也就这样了吧 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坚持 洛阳从来不正视他的感情 但我跟你一样 我不甘心 不死心 我想看他开心 想看他笑 希望他继续创作 和我一起走下去 我不想跟洛迟说了 没意思 睡晶 你去见他吧 不用管我了 我给我爸发消息了 他应该一会儿就会来接我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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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给你 你这孩子怎么回来 跟我说一声啊 我有个同学住院了 所以我就临时赶回来看他 我明天一早还得回去呢 妈 你快坐下来 坐下来 尝一尝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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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都会自己煮面条啊 怎么样 嗯 味儿还行 好 我割两条 嗯 嗯 展颜爸爸接他回家了 应该没事 别担心 早点休息 明早一起回下门 明早见 来 辣椒来了 干吗 我知道 你有很久没有见到你女儿了 来来来 尽管看 免费 瞧我闺女儿长得多好 谁想望着自由和天空 却把心事留给树洞 做一个无人知晓的梦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你来了多久 一双手有莫名的空 你转身 尽能带走一夏天的风 眼睛挥霍 有多小不可言 有多小不可言 说因你的绝望 为你在心底放用无声的绝望 明明很想要握紧你手掌 还一副骄傲的模样 我们的清晨是否终究会散场 为什么快乐也同时伴随空谈 有一句话我还来不及 对你讲 一起的愿望 我喜欢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有一片浩瀚的星空只为你闪耀 你从此后拥有我专属 但怀抱 不再是孤岛